今天要做這個是脫水優格蛋糕 就是輕乳酪的那個做法 然後我們先把脫水優格像這樣很濃稠對不對 然後跟奶油放在一起攪拌 可是我這個我用小小火力 所以直接加熱也ok 但是就是你要注意攪拌不要讓它焦了 這樣 如果一般的話用瓦斯露一定要用隔水加熱 不然那個優格可能就會焦了 因為瓦斯露有火的時候比較大 我們就是隔水加熱到奶油融化了就ok 然後呢 還有把它放進去 然後我們先放進去 然後我們先放進去 這樣子大概有四十幾度 好 先滷火 目前溫度大概四十六 四十六 就是奶油融化了 然後呢 用打蛋器把它稍微攪拌均勻 我們再讓它加熱 到五十左右 五十到六十之間 好 其實這跟輕乳酪蛋糕的做法很像 然後我們是用脫水優格 替代奶油乳酪的部分 那口感上來講會比較清爽 但是我又加了奶油 所以其實好像也不一定會比較清爽 五十幾了 它溫度越高的時候 它比較容易像一級狀 因為它裡面就有奶油的關係 好 拼 超過六十 小心 它就沒有像剛剛那樣濃厚度比較高 這時候我們就把我們的低筋麵粉 跟玉米粉上面去攪拌 然後記得烤箱要先預熱 我們等一下用水預法的方式做 你看到現在還有五十五度左右 好 我們要稍微讓它冷卻一下 稍微讓它冷卻一下 稍微讓它冷卻一下 然後再放下去的話會熟了 OK 我們就把這個收起來 這時候 這時候 有點怕 然後慢慢降溫 然後慢慢降溫 如果說 你要它再細緻一點的時候 然後 我們就可以用 我們就可以用篩網來過篩 然後這就是打蛋盆 二十一公分 跟這個 斜邊篩網 它可以剛好跨上去 好 就這樣 因為這個盆還是熱熱的 我就直接把它倒過去 然後順便也過篩 當麵糊比較細緻 那這個作用也可以讓它 同時也讓它冷卻一下 因為我們換一個盆 換這個不鏽鋼的盆 它基本上是一直 一直有熱量的 好 然後我們就這樣把它過篩 然後我的蛋白 放在冷凍庫裡面 暫時 暫時在冷凍當中 因為我要讓它降溫 好 我的蛋白放在那邊 好 我們過篩 其實過篩就是怕說你有粉 有粉顆粒在裡頭 我們過篩的話 至少就可以確認 所有的粉 都已經篩過了 好 我們拿起來看 背部的部分 其實不要刮下來 然後用這個篩網好處 是這裡有個把手 可以這樣抓 然後背部把它刮乾淨 不要浪費 那你看這邊就會非常細緻 非常的細緻 好 像這樣 好 這時候呢 我們看一下它的溫度 大概44度左右 等一下就可以加蛋黃了 那我先把蛋白拿出來 蛋白我從冷凍庫裡面 拿出來 然後我是剛剛在做之前 我才放進冷凍庫 所以它沒有完全結冰 但是有一點點 黏便的部分 然後我把它倒進去 我的攪拌機裡頭 攪拌機在這裡 攪拌機在這裡 把它倒進去 刮乾淨裡才不要浪費 然後 我的糖 我們要加一點 我們要加一點 玉米粉 那我下去之前 糖跟玉米粉 我稍微攪拌一下 好 那一開始我就會把糖 跟玉米粉全部都倒進去 然後我就開機 等一下 插電 這邊 這邊 這邊是麵糊的部分 這邊是麵糊的部分 我們把蛋黃拿進去 把蛋黃拿進去 攪拌均勻 把蛋黃拿進去 攪拌均勻 把蛋黃拿進去 過千金黃拿進去 山清水 隨身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要打發過頭 還沒 出現紋路了 我們就拿起來確認一下 這樣彎彎的 彎彎的這樣子OK 可以 接下來 然後取下來之後 我們用手動的方式把它轉個幾圈 像這樣子彎的 彎的 彎的 OK 然後 我們用這個刮呆 整理一下 放進來 這蛋白太漂亮了 然後我們就把蛋黃跟蛋白部分混了 這就是戚風蛋糕的做法 然後 看起來 這蛋白把它漂 然後 再這樣子 讓它們混合在一起 用這一次的那個 這個 攪拌方法 然後 底下的蛋白就混進來 那關於蛋白的部分 基本上我覺得打到萬勾就OK了 然後接下來就是看你自己的烤法 我們會用水浴的方式烤 就是泡在水裡頭 泡在水裡頭的烤法 然後慢慢的把它攪拌均勻 從底下翻上來 底下翻上來 而且要從中間 中間的底下翻上來 要每次都有刮旁邊 然後 整個再整理一下 你從底下翻上來的時候 如果你有看到有深黃色的 或是跟你現在那個顏色色差的 就代表說 底下的麵糊 是沒有跟你徹底均勻的 蛋白這邊要刮乾淨 不要浪費 好 蛋的烤模 烤箱都要準備好 那我們今天做這個蛋糕主要是要示範 就是烘焙值的部分怎麼做 跟烤盤部 微邊部 這樣子 好他非常的OK 那 剛說明了 我們的烤盤 這是我們的麵糊 已經攪拌完成了 麵糊已經攪拌完成了 大概會像這樣子 流性不會太高 好 那 我淹過的部分就是 他原本是一張 這麼大張的 然後側邊是有裁開 好 這尺寸是剛好 6吋再使用 所以我們就直接把它壓進去 然後你讓邊的部分 不要任何一片是垂下來的 就是讓它交錯這樣子 這樣就可以 不用抹油 不用抹油 洗乾淨就可以 另外這邊呢 圓形的紙 我們今天要用水浴 所以要用固定膜 然後圓形的紙 一樣就是 對摺對摺對摺 之後 剪一點點 像這樣子剪一點點 然後我們就把它鋪進去 鋪進去 讓它旁邊有長膏 好 結果這個再放進來 那我們剛剛有講 就是說 用蛋白糖的部分 去你當膠水 所以你看像我這邊 會有一點打發的蛋白 剩你的 我就直接用紙頭 這樣給它繞一圈 繞一圈當醬糊這樣子 然後它就會黏緊了 有沒有 它就自然就黏緊了 等一下脫模的時候也很好做 脫模的時候我們就 因為我們講就是 你的紙一定要高出這個烤模 所以呢 高出烤模 所以等一下我們直接講醋 就可以直接提出來就好了 好 這我們兩個烤模已經準備好了 好 然後我的麵糊就這裡 我要確認底部的部分也都有 攪拌均勻了 所以從底下翻上來 確定都沒有問題了 沒有色差 好很均勻 沒有層底 好 這時候 我就可以拿出秤 我要讓兩個蛋糕是 一樣的 容量 好 全部都規定 這邊有一個水盤 水盤是 等一下再倒水 我們先把蛋糕麵糊倒進去 兩邊平均 然後要交錯得到 這樣子就是避免全部 就是先倒左邊或到右邊 這樣子 因為你的麵糊可能會有 比重不同的問題 上下的氣泡也不一致 所以你就是 要混合得到 然後讓兩邊差不多 好 我們這個配方量45公分滿磨 我們這個配方量45公分滿磨 裝起來大概都是375公分左右 然後 這樣做 那 先放旁邊 我們準備一個水盤 炒盤 要能夠進烤箱的 然後煮一壺熱水 熱水加進去 大概一公分高就好了 就是半公分到一公分高時間 因為我們這個烤模要放進去 那烤模放進去之前呢 小心這個熱水燙 烤模放進去之前呢 稍微震一下 然後 最好是 在它 稍微化一下 消除那個氣泡 這麵糊很漂亮 正一下 左右搖 然後把它放進去 這邊也是 這是紙的部分 然後我們就畫一畫 好 其實這個動作也是讓它再均止 就是上下氣泡稍微再調整一下 因為如果氣泡比較大 等一下烤出來那邊會氣泡比較粗 好 OK 再敲一下左右 左右揚放一下 然後我們就把它放進去 然後我們就要進烤箱 進烤箱大概設 我們要烤60到80分鐘左右 挺久的耶 因為用水浴烘烤的方式 初五再說吧 拜拜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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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